今天是2019年9月11号星期三 我昨天去上了一下语言课 在语言课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个语言老师 他是一个德国人 德国裔的澳大利亚籍的人 但我真不知道他有没有入籍 还是拿的永具 不过他英语讲的 应该跟local差不多 非常非常的好 具体什么绅士也没有太深的了解 只是偶尔听他介绍一下 他昨天 我不是想介绍这个人 他昨天讲到了一个词 就是Tarrant暴君的意思 然后他讲到这个词的时候 他就拿这个词造了一下句 他就说毛泽东是一个Tarrant 然后听课的有那么几个人 六七个人 昨天基本上都是姐姐 就我一男的 平常有时候会有一两个男的 昨天就我一个 完了他讲的说毛泽东是个暴君 我们一边听课一边点头 没什么 感觉他陈述的是一个事实 也没有说因为说你们中国也有个暴君 你就丢面子什么的 这个真不存在 因为他讲的就是个事实 然后还有一个比我内龄大的一姐姐 他也点头说yes 然后我旁边也做了一个比我内龄更大一点的姐姐 姐姐人挺好的 平常也挺不错 说话什么都挺好 就是一个像个知心大姐一样挺好一人 没有任何偏见 他就很疑惑 就说no Telmo is not a tenant 他说完了以后 老师也愣了一下 老师说 他那意思就是 他世界上公认的就算是一个暴君 不光是他 还有希特勒 还有斯大林 他们都是暴君 然后那姐姐就说 毛泽东和他们不一样 毛泽东不是暴君 那我一听 我的观点肯定是赞成那老师的观点 我说毛泽东算是个暴君 然后那姐姐 就是年龄更大的那姐姐 完了就拥护毛泽东的这个就说 他说 难道我没有上过历史课吗 然后我听完了以后 我就突然间有一种感慨 我就想 是大家都上过历史课 关键是 但这个历史课当中 能解读什么 不是说别人灌输给你什么 那就是什么 就即便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历史的话 也对毛泽东曾经犯下的一些错误 是有过一些委婉的批判的 那其实那只是粉饰过的教科书 如果有一点常识 和有一点历史常识 和有一点逻辑思维的话 当然知道毛泽东是个暴君了 人家全世界公认的暴君 反正姐姐就真的是雷到了我 因为我当时想 现在这种事吗 可能在国内你不好的说 因为在那种 现在还是共产党统治之下 你在国外 大家都已经 我还好 我三十多岁 我看他们都已经四十几岁了 都奔着五十的人了 而且也是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 然后出来的 然后居然还 我真的是被雷到 我感觉假如说你像那些年轻的爱国小粉红什么的 他们思维观点没形成 从小就往国外来 感觉这是挺不方便的 在家里边那些特权也享受不了 在国外大家都一样 你像一般的成年人出来在国内生活那么些年 经过历练 大概也应该知道国内是个什么情况 那好 那就真的没有读过一些课外书 或者是自己深刻思考一下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震惊 其实后来想想 其实一样 在哪都一样 他这个人 他这个思考方式 这个大脑的回落 是不一样的 不能说谁对谁错 你看就像 还是那句话 那些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这些人 他们肯定认为 像我们这一天坐在这 得不得得不得 说点共产党不好的这些话 脑子有毛病 共产党招力惹你了 一天说着不好 你是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你都做不好 没有毛主席 哪有新中国啊 对不对 你这教育都 就怎么教育你的同学 你都全忘了吗 还是你傻呀 对啊 人家可能会 持这样一种观点 就来质问我们这些 就是以另外一个方式思考问题的人 这个也很正常 但是只不过呢 我还是认为 多读一些 各方面的书 不光是我们的教科书 还有一些党史之类的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 你可以有机会能看看台湾的书 对不对 或者是你去看看美国出版的一些华文书 甚至香港出版的一些华文书 像我最近就在我学校的 我老婆学校 他们有一些华人 包括香港啊 台湾啊 还有中国 就是还美国出版的一些书 挺好的资源 我就会借一些书去看 不一定就是全部认同他们说的东西 但是呢 他必定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去看问题 那我看讲台湾书的话 那他肯定是有倾向性的说 国民党好啊 那我 我把这些倾向性的东西 我自己过滤掉 然后我吸收一些比较客观的东西 两边都能有的对比一下 那是不是就好一点呢 而不是完全的接受 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 就像国内现在只能看见香港人民怎么对警察不好 或者是什么傅国豪过去 被那些所谓的香港暴民给揍一顿 什么不人道对待 那是他光给你看见了一面的东西 你当然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我回国的时候就就上个月嘛 我这个月才回来了 对月底回来了上个月 好多人还跟我谈这个问题 对香港是什么看法 我得看人下台底 你像一般人 就是那种对香港就嗤之以鼻的那些人 就感觉这帮王八蛋 这帮愤青什么或者是废柴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我就说这东西个人的看法 我没什么意见 我不关心这方面的事 还有一些我感觉 这人他这样问我的话 他证明了有一点疑惑 稍微开窍一点的人 那我就给他解释一下 我说你看问题的视角 你像你能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过滤过了 如果你有机会 你翻一下墙 你看看墙外的声音 我还是不做什么评判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一个小孩从小就受到一种教育 他完全听不到别的声音 他只能笃信 就是他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 他受到的教育是正确的 他所知道的东西都是正确的 就像以前的基督教一样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毛泽东 这家伙很像 他对我们中国的影响 他不光是那一代人 就饿死那么多人 然后斗死那么多人 这都是人命 乌国 就是有一本书感觉非常好 在国内还没有被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 就是一直没有被禁 是天津的一个作家 叫冯继才 写的一本书叫《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继才真的是一个政治的文人 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说是真的可以算是一个挺 说他是文学家 反正也可以说是 反正我就很喜欢看他的书 他的文笔 包括他讲话 我也非常喜欢听 很平和 当然是个老人 但长得也挺年轻 还挺帅的 有机会你看看这样的书 你看那样书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喜剧来看 就是那种流着泪看的那种喜剧 就是荒唐的要命 那哪像人类社会能发生的事情呢 就在文革的那种时候 就相当于不识字的人 开篇好像就讲了一个女的不识字 你连字都不识的话 你非要把它串通为 描述为类似于可以用摩斯密码 或者是甲骨文甚至发情报的一个高级特务 就类似于展国 我可能记得有点混 就不是这种情况 那就是 就相当于你不识字的人 你就下冤枉 什么清风不识字 什么乱七八糟 就是文字玉一样 那这种事情 你就相当于你看 冯基财的100个人的10年 你就相当于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活着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能看过活着 这么伟大的一部影片 可能就张艺谋拍的最好的一个天 张艺谋我也不太喜欢 但是这片拍的真好 其实于华写的好 真的是 但是人家张艺谋确实是拍的人家 也还行 那个片必定让你看完以后就感觉震撼 真的是震撼 我们你说拍其他的片 就能触碰别人心灵的那种 你就像美国韩国 包括日本什么的 挺难的 就得这种片才能触碰国人的心灵 它不光能触碰国人的心灵 它能触碰全世界人们的心灵 这东西可能是人类的一个共通性 还有一个 对于现在这种国际形势来说 你说全世界都在防着中国 讨厌中国 OK 其实对世界造成的不好的影响 包括德国 包括日本 那给我们讲课那个德国老师 他也说 那希特勒 那就是一个暴君 那他作为一个德国人 他就为什么就不能说 他们曾经的领袖是个暴君 那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人家意识到 以前犯过的错误 人家以这东西为鉴 不会再走上这样一条路 你就包括日本 你现在国际上认为 中国的威胁大 日本的威胁大 还是德国的威胁大 那普遍认为都是中国 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和日本犯了错以后 尤其是德国做的比较好 老子妈的当年犯错了 不是老子 妈的那些孙子当时犯错了 然后我们这些人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通过学到了历史教训 我们改过来 默克尔都下跪了 对不对 那日本这方面做的反正到一般般 它可能我跟我那朋友这样说 他可能是这样一种文化 日本人他跟中国文化还是比较相近的 做错了以后 他后面 他不好意思 我这是开玩笑 就是不好意思说 我们就天天承认错误什么的 太后面了 这东方文化 完了他透着眸眸也援助中国不少钱 确实是 日本援助中国这些钱是可以查证的 但是我们从来不报 你报的话 你怎么还煽动民族仇恨呢 我们就喜欢煽动民族仇恨 就毛泽东时期就那样 就是一种斗争文化 现在不又重提了吗 我们要斗争这斗争那个 全世界都 全都欠你的 还是都对不起你 跟这斗争跟那斗争 你跟谁好 对不对 你除了那几个 穷得要命的国家 要么就是那种 什么塔利班国家 跟你好 还有澳大利亚 去新西兰 去杀了很多穆斯林的那祸 我说他理想的国家状态就是中国那样 估计那大哥也是网上看点东西 没去中国生活过 你王八蛋你去那生活一些年 你试试 我看你还真的喜欢中国的这种制度吗 对不对 那也有可能喜欢 他大脑回路跟别人不一样 那也没办法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的悲哀之处 就在于这么多年以后 我们就藏着掖着 对于我们所有的事 什么文化大革命 也不报那些什么荒唐的事 你拍个活着吧 还未见 然后我真的希望 一些人有机会看一下 冯记才写的100个人的10年 他挑了在文革时期100个 可能写出来 我不知道没细数 有没有100个 就是那么几十个 甚至百八十个那种故事 来反映时代背景 他也是生活在时代背景的当中 人 他在技术编的故事当中 偶尔会写一些自己 还是最后的时候写了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 把他写的一些东西 没地儿放 放在自行车的那个把里面 怎么弄空了 自行车把好像就是空的 放里边 好像藏了好多地儿 想写点东西吧 真的是没地儿放 对 谈这东西吧 嗯 就 就生活在那个年代吧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但关键是 我们从那个年代走过来 别人都可以认识到头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 我们没错 我们只是当时犯了一些什么左倾右倾的一些小错 左倾应该是 稍微左了一点 我们整理大方向是没错的 我们就这样一个文化 就这样一个社会 反正就是跟别人吵架 或者是有什么争端 今天跟这个吵 抵制这个 明天跟那个吵 抵制那个 你谁都抵制 人家发达国家 你全都抵制 你跟哪个国家 你没抵制过 对不对 那别人全错 就你好 天天 反正就是这种 这种文化的东西吧 我还是希望有一些改进 尤其是个体吧 你个体 大家都稍微的聪明一点 就不会被他们这些完全洗脑的东西 把你控制住 你就没有自己的思维和任何的主见 像我当时 我还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 买了一本书 也是写毛泽东的 就是李治随写的 叫 反正他是给毛泽东当秘书的 他那本书名我忘了 这是毛泽东什么玩意儿呢 真是毛泽东还是什么玩意儿 我记不清了 那本书是我在美国的大爷 就是我房东 他带着我去买来的那本书 当时有一本书是讲谁的 是讲刘少奇的 他还有一本讲赵紫阳的 我很喜欢看 尤其是赵紫阳的 讲赵紫阳那书 真的他喜欢看了 因为我感觉 胡耀邦赵紫阳 虽然他们也是共产党人 但是我总感觉在那个年代 还能出来一些有有些人性的共产党人 这总有不是说那个共产党人都都都都没人性 在高层当中 他是个逆淘汰机制 你如果你这个人都各方面比较好 三观比较争什么的 你就上不了那个高层 对不对 你能上去那个高层的话 就证明你一点点被磨平了 或者被腐蚀了 你本来是这个挺好的人 嗯 这是个逆淘汰 好人上不去啊 他机制问题不是说我们人种就差什么的 这我还是持保留态度 但是我对这个逆淘汰机制 我还是相当认同的 就写 我就看完那本书 他的初衷写的 他自己也就说 我不评论这个人 我只是把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正好见证了毛泽东 见证以后 晚年他的生活 因为他私人医生嘛 就包括当时毛泽东那个尸体处理的时候 他好像也是那个 那个 小 就是处理尸体小队的一个副队长吧 反正就是那样一个角色 完了等 老僵尸处理完了以后呢 完了人家就找个机会去美国了 然后总是想着之前好像记录了一些东西 但是呢怕受牵连了都烧掉了 然后后来呢就凭着那个脑海的记忆 包括家人鼓励他 还是不鼓励我忘了还是怕他写了 还是怕他写了我记不清了 反正就把这本书写了写了以后呢 还是那句话就客观的去记录 我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没有什么太多就是虚假编的东西 他没必要啊 你编 你编完了以后 你说他那么大年龄了 也当过医生 而且以前也是美国过去的 古今大哥也后悔死了 美国不好好待着 完了过去给他当医生 那不光他一个当年回去报销国家多少人啊 报销完了以后 给你关牛棚 给你枪毙的 给你干什么的 那很多人啊 他真的他就不去想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国家面临的 很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 谁知道会不会走回头路啊 现在有几个人相信 德国还会再发展出纳粹来 这不笑话吗 日本还能发展出军国主义来 都是笑话 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担心 你中国会闭关锁国 或者是在干出点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来 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你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那别人怎么能不防你 不担心你呢 对不对 我还记得当时我那本书看完了以后呢 我就 我就非常有感触 我就感觉 写的 写的真好 自己去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当然了 你有可能加了天油加醋了一点 但我还是认为始终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大哥写完了以后呢 那假如说天油加醋的话 你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呀 你可以在美国高人家 对不对 说你这个写的不客观 你这相当于诽谤什么的 那都可以啊 你通过法律途径啊 然后最后呢 好像李治隋是 据说是被毒死的 这东西呢 也就无从考证了 美国调查了一下 也没调查出个什么结果 那我还是认为这 应该算是能坐实 只不过是查不出来而已 国际上好多这种东西 那就是也只能是这样了 你政治这东西就本来就比较脏 谁呢 哀伤的话就扯了一身骚 对不对 然后反正我是不扯这些东西 我也扯不上 智商也不够 反正只是呢 尤其是在中国真的 你这智商不够的话 你别玩政治了 谁知道哪天的成为炮灰啊 对不对 很多人对此还乐死不疲呢 天天的就拿毛泽东就当成一个偶像 那不是什么好人 那只是一个阴谋家 野心家或者是一个暴君 反正我记得我看完那本书 我就送给我们历史老师了 我就当时就想法很简单 我说他可能一个乡村教师 也接触不到什么太好的史料 把这个送给他呢 希望他多多少少的跟学生讲一下 后来想想 人家老师是好人啊 是个好老师 我非常相信他是个好老师 而且我曾经也讲过 我们历史老师对我影响很大 我最好老师的判断标准在中国非常简单 他只要不踩他我 他就是好老师 就像我这样一学生 他也不是什么好学生啊 对不对 完了 后来人家升到校长了 可能还能往上升 我现在想想送来你那本书不一定合适 人家你说 人家假如说不认同这种观念 或者是说人家知道早就知道了 你让人家一本书往哪放啊 扔了吧 对不起学生一片心意 不扔吧 这怎么办是一个定时炸弹 哪天当仕途如日终生 家里翻出这样一本书来 反正想想 以前那时候还确实年轻 想的不够多 后来以后再说 这种事情别牵连别人了 别被宋老师那些乱七八糟的书 那谁如果以后能有机会的话 就大陆的那些人多翻翻墙 不一定墙外说的东西都对 但是他会给你一个不同的视角 去看待这个世界